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英超 總結 來到最後一週的英超 很多的話題 真是好看過戲 即是不到你 英超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這麼刺激 前有前爭 歐洲賽有歐洲賽爭 胡級到最後才決定到 哪幾隊留班在這裏 哪一隊可以留班英超 或者是鋼班 所以又開過剛才 大家知道 你說李物浦 我自己一個人說 我想問 我當時說萬成 Vicky一個人說李物浦 你看那場波 先說一說 那個心路歷程 就是平術長波的心路歷程 你會不會覺得那一刻 李物浦真的可以 那邊真的看著 沒有看錯 會有什麼轉變的心情 第一 我自己說 我第一件事 沒有經驗 這麼多年來講波 這場波你什麼都不要說 自己贏了 什麼都不要說 第二 就是我外面 其實有很多同事 其實我都不用看另外一邊 一吵我就知道那邊入球 是吧 上半場 其實李物浦不是很對辦 因為打得不好 其實你知不知道 我們公司很多李物浦粉絲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所以你為什麼這麼吵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是很多的 我們公司 繼續 半場打得不好 下半場 就開始 我上半場都開始知道 那邊的比數是怎樣 但是因為打得不好 其實真的找不到一個渠道 可以入球 是吧 那狼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壓力 那些反擊很厲害 很多參賽事 又進不了 去到下半場 都要換沙拉進來 那時候 我們老實說 沙拉和文迪克 有做後備 但是你又不知道 他能不能踢 是吧 正路來講 做得後備 就應該可以踢 是吧 但是你這麼早 換他進來搏 如果他傷了 你會很嚴重 是吧 因為你好像沙拉那些 都跟你爆到盡 因為我想大家都明白 在那場的賽事之前 賽前高普林 如果曼城上半場 贏兩三球 沙拉 就真的被他休息 因為始終要應付 歐聯那場很重要的決賽 但是又不是 對呀 看到曼城那邊又落後 僅上半場 那這邊利物浦就贏不了 跟你說也贏了 所以高普的算盤 都是臨場計算 是呀 因為沙拉剩下30分鐘進來 其實以一個相遇 復出的球員 是多了一點 正路來講的15分鐘 15分鐘 你一定是傷的 沒辦法 都會換他進來 就開始 聽到一些聲音 外面又入球 2比0 嘩 然後 暗菲露就起控了 那我們都越說越興奮了 是 喂 真的可能鬥到最後一分鐘 是吧 但是當曼城入了2比1 我也有少許強調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都看過很多比賽 這些比賽 就是 多數沒有東西搶 那隊去到最後15分鐘 就放軟了 是吧 他不是放給你 是 這個是 那隊一定要加強 那個節奏和那個賣滿 另外那隊就越守越 越辛苦 是吧 他不是放給你 只是很正常的這個過程 那 就看到就是第一籃隊就是 守不了 那些人開始就累了 那些人 接著那邊呢 追回一球 那我都說不要 不要慶祝住 因為多數有2比1 有2比1 多數有2比2 有沒有3比2 不知道 多數有2比2 那我就說回 我當時 因為很少一場球 在那個過程當中 那麼多的想法 那麼多的看法 那麼 我覺得 首先 曼城是會贏的 但是就一直說 十年前 阿古路對著昆士帕流浪 禁問水保市 那但是 當曼城去到 當是7、5分鐘 入第一球 就是2比1 之前 我都開始懷疑 因為半場的時候 我跟阿子俊說 如果曼城最後贏過 反勝的話 就請我吃飯 如果曼城贏不了 就我請他吃飯 那隊後 他還沒找數 他輸了 因為那場球 其實就 哥迪奧娜 有時候 就是作為一個教練 他不是計錯數 他預判錯了 跟著一場滿場 打了一陣 說我不對勁 因為 費蘭丁尼打中堅 他抹著對方的中鋒 搞不定 但是 但是上一場 衛斯涵也是這樣 但是右閘的士東斯 他防守又幫不了手 因為他對著 但是為什麼他打右閘 為什麼他不打中堅 誰說你 士東斯 因為他會覺得 但是 一來我自己覺得 少少程義傑 他覺得上費蘭丁尼隊長 碰到一個背 即是少少 少少在感情上 那麼 士東斯 他又不可以助攻 你明白嗎 士東斯助攻又不行 防守又幫不了手 那麼其實上半場 好做應該 應該要換施真高下來 那麼當然 那裡我來都會看到 我已經說了 換施真高下來 將鑑死路打右閘 這個此其一 那麼 第二樣東西 之後換第二個 我等一下想不起 你 你簡渡簡 第三個 根渡簡 第二個 我就說要換走 斌蘭道斯華 但還有一個 士端寧 是的 士端寧 最關鍵就是 頭兩個 我一直在長波裡 已經說了 陣不行 要這樣擺法 這樣打法 第三個很厲害 因為第三個 當時的問題就是 加利蘇和根渡簡 這個就要哥迪奧拿 一個神的決定 為什麼呢 近期這兩個球員 其實都有踢 加利船剛剛上場有入球 根渡簡 也有踢 但是沒有入球 最後那些奧拿 按鍵就是根渡簡 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的決定 你見到兩個 作用可能大一點 因為經驗 因為他想回 可能是上一兩年 曼城 就是 程鋒任道波 可以嫁根渡簡 但是這個是第三個 是真的好東西的 頭兩個 什麼士端寧 施真高 其實都完全講完 所以 就是 很刺激 在那一場 波的過程 我猜他怎樣 這個都很有趣 就是怎樣換人 所以今季 其實 萬成和利物浦 或者近這幾季 這樣打到最後 其實幫英超 這幾季 最後爭下去 是很精彩的 是的 還有 利物浦 以今年的表現 拿不到冠軍 其實都很小可 很誇張 其實很誇張 其他聯賽已經拿緊 在英超就是這樣 萬成和利物浦 這幾個月 真的鬥鬥鬥好 這兩隊的球員 球隊 領隊 都真的值得大家尊重 其餘那些 曼聯也要講一點 曼聯也不用怎麼說 沒有什麼好說 是這樣的表現 還有 我想球員都知道 發生什麼事 最重要的 就是哈利麥加 我作為後衛 有時候我都會有些 墮進去 感受一下 有沒有原諒一下 但是試過有一個鏡頭 我都不行了 被對方爆完之後 他好像很熱而學 解釋一樣 用那個後腳 強勉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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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鏡頭對我來說很震撼 我覺得他真的 是時候可能要有些改變 或者要休息 那個鏡頭 我是覺得 放下草 不是真的不可以接受 那個鏡頭 曼聯就有時間搞了 都沒有什麼好說 大家都明白了 二次阿仙奴都可以講一下 孫英文 阿仙奴的大好形勢 就真的有點可惜 因為 都是他關鍵的時刻 又有一點腳弱 是吧 那些犯錯 會不會真的 是那些球員緊張 我未讀那個經驗 是吧 這個就要看阿迪特 怎麼去 怎麼去推一下對球 是吧 因為事實上 對最關鍵那幾場呢 有些球員是有些犯錯的 譬如賀定 對孫英文那一場 那麼魯莽 那個紅牌是影響到球隊那個 那個表現 是吧 你11個打11個 你可人未必輸給熱刺 和都OK 是吧 就不需要去到 去到最後那一場 就有熱刺那個優勢 但是乾敵呢 都值得賺的 乾敵今季兩對曼城 兩對利物浦 是兩勝兩禍不敗 就是乾地帶熱刺 其實都捏得很盡 阿仙奴 我經常形容 是一支很有潛力 就是一班很年輕的球員 未來可能會很好 但是未必 就是現在的英超 差得那麼厲害 就比較困難些 但是車路士就剛剛 大家都知道的消息就是 應該確認了新買價的情況 但是貴宗那一件事 確實很難就 就是很難說 你不會影響球隊的運作 還有 就是遊王那件事 就是遊王那件事 老實說 杜曹真是很無辜 喂 一個教練 重心收購的球員 對你來說 是一個進攻 是最重要的一個球員 他突然間一如說想走 你有沒有想過 是吧 所以你說一個教練 有運和沒有運 差多遠 不過杜曹已經都要讚讚 這位領隊 已經盡量在貴宗 那個遊王那裡 那個情況 已經盡量安撫球員 因為其實那時候很亂 又說 又說什麼 塔利尤巴沒有接 就是講笑 很多這些事情 其實杜曹都 這些 像你所說 這些不是我的教練工作 我是沒有得控制的 所以都是困難的 都算是這樣 拿回歐聯的正路 其實頭四位 大家覺得都正路 萬年都不用怎麼提 其實韋斯咸都打得很好 但沒辦法 最後又是小小腳要 否則其實他贏了那場 都過到萬年 可能拿到歐霸 你說韋斯咸拿到歐霸 其實今年以他們的表現這麼穩定 其實值得拿的 同意 就是韋斯咸 但是當然你看看 那些迪勤埋斯的情況 是怎樣 最後 現在大家都 還未確認 很多事情 但是榜尾 那個形勢 就去到應該是 第四 尾三尾四周 開始猜 就是猜了幾隊 班尼 列斯聯 和愛華頓 我自己呢 也有少少 除了是球隊的表現之外 我有少少計些 可能很無謂的事情 我覺得愛華頓是不會的 嗯 我也有少少 很興奮到球會的歷史 那些 列斯聯其實是一間很大的球會 很多大客粉絲 相對來說 搬來會是困難的 其實我最有猜 搬來鋼班是重大 但是當然 每個過程都要靠那幾隊 自己本身的能力 嗯 四周之前 我講就是搬來 機會很大 幾個原因而已 我覺得愛華頓 以去的人腳不應該鋼班 但是 其實愛華頓打得很頑皮 是 這個是 那些球員的壓力很大 加上 就有些紅牌 在比賽之中出現了 是吧 但都不是一個藉口 是打得很頑皮 就是下一屆的愛華頓 後防 暫時 林伯達是教主 都真的要改善線 要不然 你投那幾周 真的 你輸四五場 你就再見 那你不奇怪 你輸四五場 因為你打得很頑皮 是吧 但你說到掌聲 譬如像列斯聯和搬來這樣 列斯聯之前 其實那個處境是好一點的 但是有一段時間 也是 長場球又少打一個 打少一個 就去到最後那周 好了 就不是靠自己 是吧 都要贏 看看那裏怎樣 但是 我覺得兩隊 人腳 就應該 列斯聯比搬來好 比搬來 搬來就要給他一點掌聲 他最後那個態度 那個鬥志 還有轉了價格 搬來好了 是好了 但問題也是 相對來說 當然是很想留在英超 但是其實 可能某個程度 如果真的不行 對他們來說 衝擊不是太大的 是 你不要忘記 戴智之前那一年 但球隊沒有簽過一個人 是 你的財政是這麼緊的時候 老實說 不要硬捱下去 是吧 那就講一下什麼 這一屆 其實英超 很多 替而優質教的領隊 有些很厲害的中場 林柏特 謝拉特 那再講一下你那隊 韋拉 韋拉OK 打得挺好 就是韋拉大水晶宮 水晶宮打得挺好 因為第一件事很明顯 就是 學神大力的水晶宮 和韋拉大力的水晶宮 人腳變了 就希望可以有一個 好一點的前景 年輕一點 這班 看出來都OK的 當然 接下來就要有進步 和成績要保持 我有進步 如果不是 就說什麼都沒有用 因為英超也是這樣的 大家知道 競爭這麼大 你突然跌到一個低潮 四五場 被解僱又不出奇 所以你又不可以趕到這麼長遠 但是見到 有這個分別 就是韋拉大 好看的 還有球員 你看下去 是有能力的 一說英超 就真的說不完 很多很多的話題 今季英超總結 很刺激 紐加素 暫時就 看看艾特賀為買什麼人 這個都是很大的疑問 因為現在不是有錢 有錢 現在球壇 都沒有什麼球王 球王級 所以 紐加素下一屆 就不會是 目標那麼低 一定可能是前六名 今季就 留在這裡 最緊要 所以今季英超 真是很刺激 很多很多的話題 來屆 相信 都會更加刺激 因為 有些新的球員加盟 看看紐加素 會不會很大的動作 尼物浦和曼城都會越來越強勢 荷蘭就去 應該去 我覺得 在歐洲的球壇 最好的那班 應該都是去應超 看看 還有可能有個世界盃 那裡都會牽涉到 可能會有一班新星出來 看看 接下來是英超下一屆 我們遲些 如果有時間 也要和大家 看看會不會來一個 英超的季前檢閱 到時會有很多新球員 或者什麼變動 到時再和大家 慢慢談一談 就是新一季的英超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